大家好,这里是佛之园频道,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,这七个生肖不要再跑了,你的大喜事来了,再跑财神也追不上你了。 生肖兔,属兔的人,今年运势的浮动会比较大一些,今年想要发财的话,难度可能会比较大一些。 但是三月份开始,生肖兔却有一场横财之运,这主要是因为三月里有厚土之力加深,财运旺,横财滚滚,生肖兔要来结衡财运了。 生肖马,属马人的计划性很强,做事追求完美,如果有一点瑕疵,他们会忧虑很长时间。 三月份开始生肖兔接喜事不断,其运势如虹,赚钱更加容易,跺跺脚就有横财飞来。 每天都有财神也从门前走过,送来财气,事业上将会不断高升,入云的福。 三月属马朋友里外有喜事,家中见财神,和家团聚之时,就能遇见将帮助自己大忙的亲戚。 有家人鼎立,不愁三月做不成好生意,属马人就这样迎住势头扶摇直上,风生水起,赚足大财不愁花。 虽然本来遇事有些急躁的属马人,经过贵人提点则可以茅塞盾开,日后发展有捷径,万事不离好运,这只是好的开始。 但是,属马人更大的喜事还在后头,生肖虎,属虎的人在三月里,因为命中有银木生发之力相助,从而强化了生肖虎的财运,让生肖虎在三月里的运势稳步提升。 所以在三月生肖虎便会有大运来袭,到时候生肖虎自然是好事连连,生活顺心,日子一天更比一天好。 今年三月份属虎朋友横财不值两笔,财运时越到月底就越好,天生有胆量,做事情有度量的属虎人。 三月份邂逅财人不少,机遇更是数不清,事业上连连进步,不光是工资在涨,就连自身的偏财横财也不少。 比起上个月,属虎人三月里的奖运更佳,有时不经意出手买奖,就有中大奖的可能。 树前不间断,洪福想不完,这个月底树前接连三天都树不完。 生肖鸡,生肖鸡的虽然个性锋芒,但别聚强心,做事情能一丝不苟。 那四方集气,三月来临天运位于财博宫,喜运上行,财气加深,可算是被财神也缠上了。 正财不止,偏财不断,从事业到生活,一派景象大好,属鸡人三月事业运有出奇至胜的可能。 穷酸晦气不再来,整年日子从思月开始变好,换事全没有。 生肖狗,生肖狗十之八九都为人低调少惹事,但对自己身边的所有人事物都特别认真。 真心诚意可见,三月里过半属狗人借东风之事,迎话即兴降临,转运到眼前。 求财更如意,三月里可以暂避本年的锋芒,顺利平安生横财,赚钱不少,破财不再。 如能接住这段日子里所得横财,今年也就不必担心没钱花了。 生肖狗,生肖狗的个性十分稳重,却不会成为一味古板之人。 大难来临则稳住本心不急躁,好运当头之时也不放松。 所以属羊人一旦富贵就是报复,没有大起大落之嫌,三月就是属羊人,迎来龙德即兴观照之时, 算是熬过了今年的一大难,喜事多得应接不暇,横财数也数不清,破财运势与他们毫不沾边,三月就能盼得富贵来。 生肖狗,生肖狗的人虽然话不多,但向来都是个运万物于无生的人,不声不响就能一鸣惊人。 三月开始运势就是这样风生水起,属龙人熬过大难,得天以贵人倾力相助,家人、朋友,贵人皆寸步不离,为今年的事业打下了好基础。 三月起生意无时不渴望,横财也无所不在,日子越来越好,难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。 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,财源广尽,笑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,福如东海,寿彼南山,年年有余,世事顺心,万寿无疆,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。 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友,这三大生肖未来一周内都好事连连。 有钱赚,有钱花,旺气十足,旺啊,生肖机,生肖机进入四月份遇六合贵人,运势得到提升,加之正观星飞临本宫,暗示住事业上会有所收获,有升职加薪的机会。 财运方面,容易获得提升的空间,利于投资及合作,是名利双收的好兆头,尤其是在未来一周之内,他们的好运会扑面而来,让生肖机最终得到了事业上的进步。 好运不断,双喜临门,第一喜就是自己的财运,尤其是偏财运,进涨多多,好运不断,第二喜是自己的感情。 红鸾星帮助生肖虎,取得了感情上的进展,总算是有了新的进步。 生肖牛,生肖牛未来一周内诸事顺遂,在本周财运很旺,做什么事情都顺风顺水,钱财来得会非常容易,较之于往日,钱财也会丰厚很多,在收入上肯定超过同值的人。 本周你的异性缘不错,身边的异性也很多,但都是平凡中交往,一直没有过密的举动。 单身人士在今年会收获爱情,甚至婚姻,这两者取其一,就要看你怎么表现。 生肖马,生肖马牛未来一周内,运势呈现出极佳的格局,让人羡慕不已,他们性格热情,重情重义,不管在什么行业中,都能和朋友们打成一片。 人脉广泛,未来七天时间里,蜀马人运势极佳,平安顺遂,会有升官发财的可能。 前途一片光明,只要愿意付出努力,必定财源广进,富裕安乐。 在未来七天内,喜事接二连三,横财多多,金银满地,正财大喜,积累的财富成堆。 在投资理财方面,也有惊人的收获,腰缠万贯,生肖猴,属猴的人一般都很聪明,办事又很能干,在单位很容易受到领导的器重,可能天生的好运家聪明,所以对于钱财还是比较富裕的。 虽然对钱财的渴望没有特别强烈,但是谁又会闲钱多呢? 发财几乎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事情。 在未来的一周内,幸运会再一次地眷顾属猴的人,他们的财运会滚滚而来,钱多到一辈子也花不完。 财富真的享用不尽,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属猴的人的财运真的要让人极度到疯狂。 这种天生的好运气,可不是谁都能得到的,这都是属猴的人命中注定的。 生肖属,属属的人,在人际交往上,大方又懂得照顾别人,干什么事都要考虑别人的心情,给人一种很好相处的感觉。 所以朋友比较广泛,交际圈大,但是因为过于大方的原因,所以很难传到积蓄,加上事业平静没有很大的改变。 家庭的生活水准可能会稍微降低,对于现在的这种平静的生活状态,他们很希望能发大财改善目前的生活。 因为人缘好,所以人品都是可以肯定的,在未来的一周内,会有一笔财富降临在数数的人身上。 发财的时候到了,所以赶快做好准备来迎接好运吧。 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。 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。 财源广进,孝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,福如东海,寿比南山,年年有余,事事顺心,万寿无疆。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留下自己的心愿。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、自立等人,大愿就可以实现。